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视剧高不下 然而 消失近十年的他几乎隐退 最近就有网友好奇其境况 在社群平台发问 竟爆出他低调结婚消息 据三立新闻报道 李康一18岁就被华刚异校推荐 首次出演电影《黑暗之光》便获得台北电影节最具前例新人奖 还提名金马影后 隔年 他以晴天娃娃拿下最佳年度演员奖 并渐渐转往电视圈发展 参演过《天平上的马尔祭司》《圣人的星光》《流星花园2》 也和许多男性如修杰凯、杨又宁、林又威合作 被封为偶像剧女王 2014年 他演完最后一部作品《小之春》便消失荧光幕似乎过着身居简出的生活 近日 又有网友敲碗他付出 好奇表示 好久没看到他的作品 有人知道他现在还有眼吗 在《普斯南之文》好自然清新 印象深刻 其他网友也附和 觉得跟RU李之恩戏致很像 他的戏很好看 前阵子还DOO他在干嘛 第一眼不会觉得漂亮 但越看越让人舒服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自己认识李康一清洁 因此知道他近况 谢谢你们记得他 他嫁得很好 不会出来了 也愿意把网友们的想念转达给本人 李康一过去曾和摄影师男友宋文中 爱情长跑12年 却在2014年分手 他当时解释 没有第三者介入 纯粹是因为个性不合 火急 他比较慢 李康一给人的第一印象 机灵聪明 反应又快 私底下却是爱看佛书的文静女孩 家里养了多只猫狗 极其相信缘分一说 他曾说过 如果遇到对的人 我也可能闪婚 如今结婚境况再度传出 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 感谢观看 呼咔回来 直接想念 讨论 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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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